欢迎风言与雅昌的好朋友们来到风言雅序 风沙遮掩不住历史与文化的光芒 亲身体验敦煌藏经洞 内心深处的提问与艺术创作 风言雅序 风源2023年12月1日 想象与重共 我的敦煌藏经洞创作项目 艺术家史丹佛大学艺术与艺术史系 谢小泽教授主讲 谢教授请开讲 谢谢您 谢谢张会长 我知道今天有不少亲友在加州 或者美国的其他地方 还有从中国参与这次线上的活动 虽然我看不见你们 我只能想象中 想到你们能够看到我再次见面 是非常开心 今天很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来分享我 从2017年到现在 集中敦煌藏经洞这个主题创作项目 我记得第一次去敦煌是在2016年夏天 当时我是参加了美国敦煌基金会组织的一个文化之旅 人数很少的一个VIP的一个西北之行 从西安到甘肃的这个麦基山石窟 还有几个秉林市 几个文化景点最后到敦煌 那么我在一年之后 也就在2017年 2017年初收到美国敦煌基金会的这个邀请 他们当时正在开始一个新的就是艺术家驻地计划 他是邀请当代艺术家到敦煌研究院 到敦煌去居住 然后体验可能是会产生这个灵感创作 那么当时刚刚这个计划刚刚开始 我有幸成为他们第一个被邀请的这个艺术家 所以2017年夏天我在东煌研究院驻地 大概一个来月 这张照片是我当时拍的 就是墨高窟对面的 这个或者东面的这个三维山的夕阳 这是我当时每天见到的这样的一个景象 那么我2017年结束之后 我感觉到我刚刚开始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计划 很多思路才打开 所以我就向这个基金会申请 能不能再去一次 那么这种作为驻地计划 其实是很少的连续邀请 他们看到我的创作以后 一方面是邀请我去在纽约 这个亚洲艺术文献总部做演讲 后来在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又跟这个基金会创始人Mimi Gates做了一个对谈 联合了一个演讲 然后呢他们又让我第二次在18年夏天去了东方 之后呢在19年的这个春天 还有一直到现在呢 这个计划逐步展开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那么其实在 我在80年代初 就是在北京清华大学上本科的时候呢 当时就看到了我的老师 王乃壮先生 临摹的这个东方壁画 放在这个系里的资料室 后来我修中国美术史呢 也学过敦煌壁画这一段 在后来我毕业之后呢 到了中央公益美术学院去上研究生 我的专业就是壁画 当时老师是袁运甫先生 但是那些年呢 就居然没有一个机会去敦煌 我现在感觉到是这样的 可能人生有些事情啊 迟迟没有发生 它是不是命运在冥冥之中啊 给你留一个更好的时刻 然后让你有这个开花结果的 这么一个机会 那么在讲这个 我敦煌创作之前 我简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在此之前的 对跟长青洞相关的这个创作 也就是说我的图书馆系列 是从90年代初开始的 一直延续到现在 其中包括这几个主要系列 西方图书馆啊 还有中国图书馆 还有博物馆图书馆 都在进行中 所以呢 在我创作里头是 先有图书馆 而且有图书馆之后 持续很多年之后 三十来年以后呢 才有了长青洞 所以这个呢 是1995年创作的油画 这个中国图书馆系列一号 是94年冬天第一次回国以后 再回到美国 创作的第一个 中国图书馆的这个作品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重组斑斑 现状书的这个边缘 还有印到这个职业边上的 这个斑斑波波的这样的墨线 可能是我们常去图书馆的 这个朋友们熟悉的这个场景 那么从这个一号呢 到这就是中国图书馆 第43号 大概是有两米长左右 因为每张画呢 它的风格稍稍有变化 就有的是 可能是写实一些 有的呢 比较更重视这种绘画性 比如说用线啊 像这张呢 就画的 也许有一点像中国 传统山水的 某些用线的方法 还有就是 博物馆图书馆系列 这个是摸马 也就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图书馆的 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比较冷 试掉的时候 比较冷 然后图图上呢 有建筑性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可能是一种抽象化 这个是大多会 博物馆图书馆的藏书 大家也许辨认出来上面是丢乐 就是著名的德国画家的一个大师的 他的画集 我一般的画呢 用色彩 用鲜艳的色彩 比较少 这个是我2017年到18年夏天 在丹佛美术馆做的一个个展 其中呢 大部分作品就是图书馆系列 所以我一直呢 是对这个 人类的这个记忆 对历史的这种承载物 书籍和报纸有强烈的兴趣 而且三十来年 就一直关注这个主题 持续的这个创作 所以你可以讲这个 长青洞的这个主题呢 可能对于我来说是一个 很自然的一个延伸 那我现在就开始讲一下 我的这个 敦煌长青洞 创作计划的由来 我大致是按照线性 按照这个时间性来组织的 从2017年的这个 这个第一次住地开始 一直到现在 包括我呢 最新的就是我背后背景 工作室背景的这张 常见的一部分 是关于色彩的这个 练习 叫异彩留经 如果我的这个图书 图书馆系列里头 那些书籍啊 它的时间跨度 有可能是几百年 可能是明清的一些图书 有的是可能几十年前的 这个这个资料 它这个时间跨度相对比较短 那么我到了敦煌以后 意识到这个时间概念 就完全不一样了 当当地的这个这个老师们 在谈起敦煌的文物的时候呢 说起这个比较早 他们说的是公元四世纪 五世纪 这个北魏啊 那个年代东西 如果说到唐代呢 就是这个比较晚了 那到宋元 可能就是很晚了 明清基本上 大家就可能不太当回事了 当时17年收到这个 美国敦煌基金会这个邀请之后呢 我觉得是有一种就是 一个是感到很荣幸 很激动 但是也就有一种不确定性 因为我说老实话 在这之前呢 对敦煌学的了解是非常的少 对中国传统艺术的研究呢 也不深入 是我带着一种 很深的一种谦卑 而且我知道啊 敦煌从20世纪初 就成为有几代艺术家的 这个朝圣之地 像我们很熟悉的 这个张大千 常书宏 还有这个 包括油画家 董锡文啊 段文杰 这些前辈艺术家 在敦煌 有很长时间的 这个研究啊 临摹 创作 他们为保护这个敦煌 艺术遗产 也做出特别大的贡献 后来还有很多 后来者呢 也有过这个 一些 杰出的一些贡献 那么面对这些 前人这些成就呢 我是感觉到 是有一点压力 觉得是 我怎么样能够 展开不同的这个工作 有不同的方法 能不能另辟蹊径 那么我对敦煌的 这个艺术遗产 还有还有一个 在中国的文化史上 有个标志性的 这么一个地位 叫人敬畏 那么 我像大家一样 对传统艺术呢 充满了敬意 也有强烈的兴趣 但是我在想呢 你如果在传统文化面前 五体投地 或者一跪不起 那么一味崇拜 这样很可能就容易 失去了自我 失去了创作的自由 那么我怎么在这种 敬意和自由之间 找到一个平衡点 这个是我当时 一直在思考的 所以我当时住的 那个地方呢 是东黄研究院的 内部招待所 叫墨高山庄 就在墨高窟的边上 我从墨高山庄的门口出来 往南 往景区 就是墨高窟那个方向走 在五十米之后呢 右边有个道士塔 是王源路的木塔 大家一会儿会听到他的故事 那么在墨高山庄的西面 大概三百米 隔着一条河叫 浪泉河 那个就是长津洞 那么在长津洞呢 在靠北的这一块 靠南的呢 很长的 大概有八百来个洞窟 其中有各个年代的 这个很丰富的 这个佛教艺术 那我当时住在那呢 是大概有一个来源 在17年 每天三餐 都是在研究院的食堂吃饭 然后呢 这个很准点 生活特别有规律 晚饭吃完以后 其实是还有还早 我经常是到这个 墨高窟对面的 那个三威山 还有三威山下面 那个干的河谷里边散步 我有时候呢 是跟研究院的几个朋友 一起走 有时候呢 是一个人 经常一个人走很远 那是非常 那是一段 有点 不说与世隔绝嘛 就相对非常安静的 这么一段生活经历 在散步中间 这是我用手机 抓拍下来的一个蜥蜴 当地人叫沙和沙 它的表面看似 很颜色灰灰的 这是就是那种伪装饰 在沙漠里头呢 基本看不见 但是仔细 它动的时候才看不见 那我拍下来的一个特写 你可以看到它身上的 有很多斑斓的 丰富的色彩 晚上呢 我经常在墨高窟那边散步 一开始经常被警卫拦下来 问你在这干什么 好像一个人 这个无所事事 那么解释几次以后 他们回来就不管我了 这是非常安静的一些时候 我拍的 用手机拍的一些照片 这个是从我房间的窗口 看出去 你可以看见这个 墨高窟的北区 有微作的这个灯光里头 一排排的这个洞窟 那个是一千多年前 僧人们曾经在那修行生活的地方 也就是生活区 我到现在还非常怀念那段 简单很宁静的 这个充实的这个生活经历 这个就是敦煌常经栋成列馆 这里头呢 你可以看到 关于常经栋发现和文物流失的这个历史 那前面这块石头呢 刻着是学者陈衍雀所说的 敦煌者无国学术之伤心实验 也就是敦煌文物流失 这个给我们就是中国知识分子 带来的这种自尊心啊 或者学术上的这种巨大的伤害和损失 那我在17年夏天 入住研究院之前呢 有好几个月呢 一直是在查阅资料 在学习 在熟悉这个敦煌的 尤其是常经栋的历史 一直在思考 我想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方案 因为我想好不容易去一次呢 想要做出一点这个有创意的作品 但是我的思路来来回回呢 最终还是回到第17窟 也就是所谓的常经栋 这个就是那个第16窟和第17窟的入口 在一层呢 是有一个门楼 然后沿着永道走进去 这个永道呢 通往一个大的这个崇拜窟 是第16窟 那么在永道的右手边 有一个很小的洞窟 过去一直没有人知道的一个洞窟 是第17窟 就在右手边上 现在样子已经不 这些台阶已经不一样了 那大家都已经熟悉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也就是说 在1900年6月22日 在墨高窟的一个道士 叫王源路 他当时呢 是利用那个墨高窟的下士 来做他的这个道场 他在清理永道击沙的时候呢 发现墙壁上有一条裂缝 然后敲一敲 好像是有里面声音是空的 所以他就叫人呢 把这个墙面沿着这个缝 给他打开 无意间呢 发现了一个被封闭的一个小洞窟 大概有六平方米左右 这里头呢 藏着公元 后来专家们也研究 认为是从公元四世纪到十一世纪初的 这个佛教经卷 社会文书 刺绣 圈画 雕塑 还有法 法器 等各种文物 大概有五万多件 那么这批文物呢 数量巨大 它内容是大百科全书式的 什么都有 当然以佛经为主 后来被学者们称为是 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 这个故事大家都应该很熟悉 这个是研制第十七窟的这个洞口望里头看 当这些文物被这个 被盗走 为这个移走之后呢 后来大家 这个学者们发现在这个顶上还有 在不同的地方有一个 一个树像 唐代的一个树高深的树像 认为这个树像应该是属于原来这个地方 是高深红遍 因为呢在左侧的墙上有一个红遍的高深碑 也就是和上的这个高深的这个 升平四季被记录在这个石碑上面 那么认为这个原来是 高深的这个小纪念堂或是纪念窟 这个是现在的这个样子 你如果作为游客 大家很多有去过的 就从那个洞口望里头看 看到的是空空如也的这个长径洞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就是 以前当从地面堆到天花 一直都是满满当当的这个文物的时候 是什么形象 其实是非常不一样 这张照片呢是1907年 匈牙利探险家 或者考古学家 斯坦因 奥利尔斯坦 带人到哪去的时候拍的 他当时呢发现这批 王彦路发现这个这个文物之后呢 没有得到当地 他拿这些文物去给当地官员看 但是没有得到任何重视 也很失望 也不知道他的价值 所以当这个斯坦因来了之后呢 直到这回事呢 就去慢慢跟他点红带片 这个那摩接近他 那么把一些文物呢 那先是拿出来看 最后呢 是倒购了一大批 也非常少的 这些极其便宜的这个价钱 基本上是是把它骗走了 那这张照片呢 就是等于有一部分文物啊 从长青洞里头拿出来 放到涌道里头 由斯坦因来挑选 然后买走 所以这开始了一个 长青洞发现之后啊 文物产照 劫烈的这么一个过程 英国 法国 日本 俄国 很多探险家呢 就是先后 被吸引到这里 然后呢 现在这些文物呢 就是流散世界各地 有很多比较集中收藏的地方呢 有大英博物馆 大英图书馆 法国集美博物馆 还有法国国家图书馆 圣彼得堡东方研究院 日本的一些大学博物馆 等等 有一少部分存在中国国内呢 主要是在 这个中国国家图书馆 在北京 还有北京大学图书馆有一些 这张照片其实是 后来呢 我跟这个研究院的 孙志军老师聊过 这不是一张 就是原版印出来的照片 而是不同的胶片啊 根据不同的这个 这个这个胶片 有手工在底片上修改过的 一个照片 这是这是原来的胶片 这个胶片上呢 所谓double exposure 就是两次曝光 等于是摄影师不小心 同一个胶卷用了两次 但是仍然可以看出来 这个壁上 一卷一卷的这个 卷子 有的是成包裹的 所谓精致的这种 包装方法 那么1908年 一年之后 法国学者 他是个亚洲学家 薄熙和 北修 他呢 听说了有这么一回事以后 原来是在亚洲其他地方呢 做考古研究 赶紧改到敦煌 跑过来 然后这个时候 王源禄已经比较习惯 让人进去啊 也必须把卖东西 不当回事了 那这个时候 薄熙和就 进了这个 长津洞之后 他用了三个星期的时间 把所有斯坦英 拿剩下的卷子 通通过了一遍 挑出来这个 最有价值的东西 最稀少的 以前他没有见过的 学术界不知道的这些东西呢 把它放到一边 然后 从王源禄手里买走 这个是他在洞口 这个 这个 全幅在那里 这个 弯之腰 在看卷子的 这么一个图像 这张照片 是我一直 忘不了的 一开始也研究 长青东历史的时候 这张照片 一直在我脑海里头 营造 到后来 大家会看到 我今年创作出来的 以这张照片为题的 这个作品 那我当时呢 很想进去长青洞 亲身体验一下 在那么小的空间里头 那种感受 也想拍一些内部的 这个照片 还有从洞里头 往外看的 看外部世界 通过这个洞口 看外边的 比如说这个 川流不息的 游客的 这样的一些影像资料 所以当时我就 就写了一个申请信 给研究院 想不到还批准了 所以那天呢 就是研究院 又配了一个摄影摄像师 带着器材 进了长青洞 这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非常 激动人心的一个事情 然后每天晚上呢 在这个 墨高山庄客房里头 我就想着 晚上就想着 好像薄熙和 就是昨天还在那 还在长青洞里头 感觉这些事情呢 发生了是 历历在目 我发现这个 长青洞墙面 靠上面的地方呢 有一些 有点漩涡状的 这样的一个 留下来的 像水迹一样 这样的 这痕迹 它不可能是水 因为那边很干 但是我觉得 可能是这个 卷子 还有那个包袱 就是精致那种包裹 留着卷子的包裹 包着卷子的这些包裹 长林累月 紧靠在墙上 所产生的这个痕迹 因为我看它的形状呢 它是一种曲线 这种弹旋这个形状 有一点像 这个是斯坦因的摄影师 所拍摄的 他所带走的这个 顿黄的卷子 有上万件 那么这个形态呢 我在洞里头看到了 我觉得有一种 相似的这个关系 当然我这个完全是 业余考古学家 或者是这个 唯一考古学家的 这么一种猜测而已 没有什么这个论证 艺术学校我觉得 可以有借口 可以乱想 所以当时呢 我是在 在网上啊 在图书馆里头 到处搜索 就是有关记录 长金洞 还有它的藏品 原貌的这个照片 也是被拿走之前的 原来的那个 那个形态 找到了 寥寥无几 那么我 手头有的 就那么几张照片 我当时很想呢 就是用这些 仅存的这个照片啊 来还原一个场景 来推测 来想象就是 当时这个 卷子被拿走之前 整个长金洞 是什么样的一种形态 来构建一个 相对完整的一个历史画面 还有我在思考 如何来表达这个文物的流散 最终发生的这个损毁啊 断裂啊 这种 这种主题 还有缺失 空虚 这种 创伤性的主题 还有如何把学术研究 把历史知识 应用到艺术创作里面去 那么当时我觉得是 我承认对 敦煌的这个 无知 成为一个创作的起点 那么就 从头学起 这个是研究院 很这个 非常慷慨 提供给我的这个 三维模型 也就是这个永道 还有包括长金洞 这个三维模型 后来这个三维模型啊 它是扫描的 所以它是非常准确 派上大用场 在我做雕塑啊 在这个 实现我的构思的时候呢 它提供了一个 确实的依据 这个是我根据 三维模型 做的第一个 立体的模型 就是3D打印 它是空心的 当想做一个 琥珀的这么一个 有一个琥珀这么一个构思 就是长金洞呢 是一个 是一个历史的琥珀 那这个是空心的 那这段时间 我觉得我是作为一个 学习者的一个身份 或者研究者 作为业余考古学家 或者业余律师学家 这样的一个身份 来这个调整我 作为艺术家的 这个位置 和爵士 就开始在研究这个 长金洞内部空间的 这个形态 我住地25天 中间呢 有前面10天 是在 敦煌研究院的这个 图书馆资料时呢 查阅资料 请教这些研究院的老师们 经常我在这个 食堂吃饭的时候 能碰上 像 这个 范锦之先生 王旭东院长 赵生良 院长 当时是副院长 还有夏生平先生 这些老师们 然后呢 经常跟他们讨教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条件 大家生活的都非常的朴素 然后 过了大概是 一个多星期以后呢 我就拿到了这个 一个临时工作室的钥匙 这个大画室是研究院的老师们 用来创作壁画的 所以它很长 而且呢 他们做 纸本作品的时候呢 是里头 这个木板 后面是有铁的 所以可以用磁铁 就大画国画的人都知道嘛 用磁铁 把它 把圈子吸到这个墙面上 非常的方便 所以当时我就 在这个 非常宽敞的 这么湿匙的 这个 临时工作室里头呢 每天 都来 基本上是 像这个 上班一样 这个是我开始的一个 当时的构思就这样 我要对 长津洞呢 展开各种各样的想象 然后把这个 我的研究和学习笔记 这个建筑的这些 这个 图表 还有这个 自己的这个构思呢 全部揉在一起 变成一个学习和构思的 一个真实的过程 而且这个过程中 我还可以练字 就本来好长时间 没有 没有练书法 所以一边是学习 敦煌的这个 写经体 对自己的字体 有一些影响 然后 想到英文的词呢 就往上写英文 有中文的 就往上写中文 整个过程呢 还是 就是非常真实 我是先用毛编纸 你看到这个上面呢 有一些 很小的毛编纸的这个 草稿 很快的 勾出来 然后呢 这个想法 相对成熟以后呢 再再的这个 这个白纸 就是当时是 八尺长的这个皮纸 我把它 裁得稍微窄一点 这是第一部分 从右到左 形式上也是借鉴的 长行动 卷子的这种形式 很多这个草图呢 是为雕塑 为装置 做的这个构式的准备 内容上 唐真博引 引用了很多这个 我能找到的图像 这是第一个段落 就是先是 规定了 我自己搭建了一个 观念的一个构架 这个其实上是一个 应该说是一个 观念艺术的一个 带有观念性的 一个艺术项目 也就是把敦煌 长行动看作 历史的琥珀 记忆的严惩 还有时间胶囊 所谓时间胶囊 就是 你大家如果知道 这个美国艺术的话 这个 我借用了这么一个概念 像这个 沃霍 他在 比如在六十年代 他用大的这个 纸板盒把那个年代的 所有的这种 所谓 Ephemeral 就是 他的杂质 海报 书籍 图片 生活用品 这些 大家使用的这些东西 把它放到一起 他盖过了 或者是凝聚了 这个时间段的 他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 这种 这种记录 那么 沃霍的 这个 时间胶囊 可能是 一年 一个盒子 可能是一年 有可能是一个月 有可能是五年 那么 这个 长青洞的文物 从公元四世纪到 十一世纪出 六百年的 这个文化和历史的 集点 那么是一个 巨大的交流 当时也在考虑一些 这个 思变性的一些概念 比如说 现在是空的 过去是满的 是吧 充盈和这个 空虚的关系 那么如何 用中国化 既白当黑的 这个思路 以虚为实的 这个思路 把长青洞的 内部空间 把它转换成为 一个雕塑性的 一个实体 是一个体积 然后在这里头 投视我各种 各样的想象 大家要记得 老子道德井里头 说的修房子吗 这个 你住 你住起墙来 开的窗户 等等 当其无 有气之用 也就是说 重视的是 空的那一部分 空间那一部分 也是我这个项目 所集中的 探讨的一部分 这些都是用手机 拍的 我当时这个 在 在 驻地期间 有的段落 都没有完成 拍的一些片段 这个是我在想象着 当时 如果 就是 长青洞形成 就是文物堆积的 这个过程 当时有各种各样的学说 比如说是 避难说也好 废弃说也好 有的说是一个书库 把书库改造说 那么 不论是哪种 哪种 对于它的这个 这个起源 是哪一种说法呢 它都有一个过程 必须要把这些 从地板到天花 雷起来的这些 金卷和文物 有一个堆积的一个过程 这个堆积的过程 我在左上角的 这个平面图上看 我的设想是 他们一定是先把这个 这些卷子搬进来以后 沿着 正对着门的 最里边的那个墙的墙根 那面墙 沿着墙根呢 先落一层上来 然后再往后退一点 再落第二层 那么当你落两三层以后呢 可能就是地方变小了 这时候你转向两边 从左右两面墙 也就是我平面图上的 上下两面墙呢 又沿着这个贴子墙 沿着墙根往上垒 有可能是打得在下面 那么一层层层上来呢 后来就就是就满了 满了以后呢 人才退出去 这个就是正符合了 斯坦英在他的笔记里头 他的日记里头说的这个 进去以后 空间非常的急 他四周呢 都被这个这个金卷所包围 都很难转的开身 这样的描述是完全符合的 下面那平面图 下面是个泡面图 所以这是我在建筑系的那些 一些还剩下的一丁半点 想象力和技巧得到了运用 那么这个 我是把它当成一个透明 如果把长青洞 当成一个透明的一个实体的话 那这里头堆起来呢 就是你们看到一层一层的 我这样的给它打 等于是右下角就是把它打开 看到它的这个 层层叠叠的这个卷子 这个呢叫 这个是我第一个想象 叫做金字号凡 金字就是那个 金明字号的那种标志法 这是白描 不是那种很远景的白描 草图式的 第二个段落 第二个想象呢 就是这个 叫文明触感 那么用根据的是斯坦英 对于长青洞文物的材质 它的这个分类和比例的估算 其中有绘画 那么绘画里边 丝绸占62% 麻布占14% 纸占24%等等 那大部分其他没有绘画 那个那个卷子的话 大部分那么都是 都是只做的 那么我想象的是这个 这个年长月久之后 就像这个土壤里头的各种成分 那么这个各种材料呢 都融化 发生这个 这个这个 聚集 这个这个 分层 沉淀之后呢 就成为像 这个 地理沿层 那样的水平沉叠 那里头的这个 卷子的 有很多的有木轴 就一根根的木轴 就像 果冻里头 有一些花生碎片一样 但是想象的是一个 透明的一个东西 里头有各种各样的 一层一层的 不同颜色的纸浆啊 有丝绸的这种质地啊 还有 还有这个 这个粗的麻布啊 还有墨啊 等等 第三个 想象呢 是 其实是对 长青洞出土的 这个艺术品 尤其是唐代的眷画 做视彩分析 色彩组合的这个分析 当时呢 觉得 自己 没有把握 我不知道往上面 一个本来是很淡雅的 水墨的 这个草图 来上一段 这个 这个浓烟的色彩 是肯定会很跳 所以我就当时 没往上画 只在纸上呢 就是试的试 至今 就在我地上那个 我最近拿出来 重新看了 那个段落 有关色彩 那个段落 没有完成 后来我决定 另起一个段落 就是我最近刚刚画的 在我背景上 那一张 为了研究这个 敦煌艺术的一些 这个色彩的特点 我也特意跑到这个 请教一些老先生 这一位是赵俊荣 他当时在一个 北魏的洞窟里头 临摹壁画 我去拜访他 看他的调试盘 向他请教 这个一些色彩的特点 看当时的衬衫还蛮大调的 那么第三个想象的版本 是语言之影 这个段落呢 我是采取解构的办法 选取敦煌写卷里头 这些重要佛经之中啊 反复出现了一些关键字 让他摆脱 好像是摆脱了这个材料表面的束缚 从纸上掉下来了 飘落了 然后他自由的沉浮 聚散在长津洞里 是这么一个想象 材料消失了 剩下的是文字 这些文字 在运动之中 好像就像在我们脑子里头 这个含义 这些文字的含义呢 在闪现 在消失 这个是那段草图呢 这个最开始的时候 我用的淡漠 然后呢 也想象一些文字 在飘落的时候 它出现各种角度 它可能是歪的 它可能是有一定的 由近而远的 那么斜斜的 各种各样的角度 所以呢 当时是 这些字体呢 是来自于敦煌的卷子 就慢慢就密集起来了 那这个文字的内容上来讲呢 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分类 也就是说有关世俗的 这个俗世的这个欲望啊 痛苦啊 等等这些文字呢 它是是承诺聚集底部 下面有这个罪啊 乐啊 这个这个变啊 欢啊 死啊 恶啊 等等 这些是是承诺在底部 而且底部就比较密集 当时想把它画得很满 但是画到这个时候就停下来了 而那些 意义上是指向于觉悟 就解脱 虚无的这些文字呢 就好像往顶部 上升一样的 那么顶部呢 这块呢 就比较疏朗一些 密度比较低 现在通过变化的密度呢 造成一种就是有一种飘落的这个感觉 可以说是文字之余 或者文字的这个雪花 那这些文字的书写风格呢 其实是忠实于原来写卷的书法风格 你看有一些呢 带有燕尾的这些字体啊 像这个菩萨 这个萨子啊 养啊 这些呢 它是 有保留了隶书的气息 是从隶书 像凯书过渡期的这个 北朝写经题 那还有很多 看到很多这个就是 方正刚建的这个 隋唐小凯 所以这个段落呢 也部分的 反映了中国书法史的这个演变 那这个过程对于我来说呢 也是一个练习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 这张图片稍微好一点 右边就是那个 那个没有画完的这个 关于色彩的分析 然后是文字之余 再下一个呢 是在从右望左 左端是 另外一个段落 叫佛教环语 这部分呢 是 来自于 法国藏的这个 唐代的一个立轴 叫三界九地之图 是 薄熙和 带到法国的 现在 应该是藏在 法国这个 国家图书馆 它的编号是 Pilchian 2824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卷子 这个当时呢 我就 一个是对他这个 这个 画的这个形态 还有他的内容 就是 佛教宇宙观 非常好奇 我后来就找到了这个 胡同庆先生写的关于 三界九地之图的这个内容考证 又结合了参考了这个 阿比达摩据事论的 关于佛教宇宙观的这个文字叙述 然后我的目的是根据这些文字叙述 根据这个 这个利轴 唐代的这个利轴呢 来做一个 立体的一个模型 把它放在长经洞内 这个是有根据的 因为它符合佛教的一个说法 也就是说 一窟之内 晚然三界 也就是说 一个佛教洞窟呢 就像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世界模型 所以把这个三界九地之图啊 把它立体化 放到长经洞里头 是符合逻辑的 这个是唐代的那个原图 从下面起呢 就是有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 从有虚空 风轮 水轮 金轮 地狱 九山 八海 虚弥山 到这个上面的28天 或玉界6天 色界18天 无色界4天 一个完整的一个宇宙模型 这个是绿轴的下端 这个是须弥山的这个结构 有日宫月宫 九山八海 四大洲 就是外面那个四块悬浮的这个绿 这个陆地 上面的这个28层天 最上面是画的这个主题 三界九地之图 那我是一边学习这些文章 研究这个作品的图像 然后呢 根据我的理解 把它一边这个 放到长经洞里 一边就是 把它记录下来 那有一些灵性的想法 比如说 将来做 如果是做成三维模型的话 是不是 地狱要有硫磺啊 等等 一些比较 灵散的想法 至今有的没有发现 没有这个 没有实现 这个就是我 当时画的这个立体的三界九地之图 那么上面的就是 从无世界四天 从上面飘下来的这个 七番是来自于 英国藏的唐代绘画 这个叫引路菩萨图 就是带领这个王魂上天堂 后来我觉得呢 但是这个第一个版本我画出来的 感觉太传统 像是佛教的这个 传统的很具象的一个绘画 后来我在想呢 从这个具象风格出发 进一步再把它简化成为 有几何图形组成的这个抽象构成 那么这个是比较抽象的 三界九地之图 比方说须弥山就变成了一个半球体 然后这个如果想象 二十八成天 每一成天是一个球面 是一个弧形的球面的话呢 那么它一层套一层 当这个层层叠叠的球面 跟长津洞垂直的洞壁 还有这个上面斜斜的 这个这个腹头顶的这个天花 镶切的时候呢 就会形成像磁场一样 磁场示意图那样的 层层叠叠叠这个弧线 有一种复杂和严谨的这个结构 这个我就觉得还是有意思了 那么这个一层一层的球面 被墙壁所切割这个 就像我们切一个洋葱 所以我在右边这个是画了两个洋葱 切下去以后 你看到一岛一岛的这个弧线 还有这个从虚空到风轮到水轮之间的转换呢 我读了巨色论的一些段落以后 觉得截然分开是不对的 它应该是这个动态的互相转换的 一个有动力的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在这个版本里头就化成了一个螺旋转 而不是一层一层分开的 那么这个我其实我仔细看了一下我的笔记 我在这个临时工作室里头 一共只有十天 从拿到钥匙进去之后呢 从开始工作到离开 是9月9月11号凌晨离开 9月10号是最后一天 这是9月10号拍的这个照片 这还有其他的这个想象的版本 就没有 还没有画出来 这是毛边纸上的 这个是一个最早的这个草稿 上面就一个一个的 这个以这个长青洞的内部空间 作为基本形态呢 重复出现 重复出现 然后呢 形成一个长卷 这个想法在这里形成了 但你看非常吵 然后这个朱利 17年朱利计划 有一个简短的一个日记 我也用毛笔写下 那字很差 这个是也是离开那天之前拍的 这是最后一张照片 然后这就创作中断了 后来呢 到18年重新我申请 去了以后呢 我再次去敦煌 但是那次只有三周的时间 而且一到那呢 就碰上了一个 我就被一个垫子所吸引 不是看到原件 而是从敦煌研究院的这个资料室 的大的复制品里头看到的 一个隐藏敦煌文献里头的 全天星图 是斯坦英带到伦敦的 所以它的编号是S3326 被这个敦煌全天星图 所吸引 那里头呢 这个内容非常有意思 然后就开始也是 现在也有一个方法了 就是研读相关的资料 其中一篇很重要的文章 标题叫敦煌星空 综合研究迄今发现最古老的星图 那么这个卷子的年代呢 应该是公元七世纪 也就是初唐时期 那么原作者 这可能是个模本 专家们说 原作者很可能是著名 唐代著名的数学家 和天文学家李淳峰 这个大名领领的人物 全天星图呢 它有13张平面星图 还有它相对应的 每一个星图 有一段文字注解组成 那么是左文右图 就先有一个图 然后呢再往左边 它是一段文字说明 那么其中12张星图呢 我说的是这个卷子的 右左半部分 那是星图 它是12张图 其中12张星图 是一个垂直形的 这么一片 是一年里每一个月 观像结果的 这个汇集和记录 它是用原作投影法 以独立十角区分 以独立十角区分开来描绘 那么每张记录是 东西距离30度 这个然后南北距离80度 这个天区之内的星星 第十三张星图呢 是这个北极天区 所谓的植物园 也是对应地面的 这个皇宫的 非常重要的一些星座在这里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这张 抱歉 抱歉 我是应该能够把这个卷子 从右到左 给大家看一下 但现在这个功能有一点奇怪 算了 我们就看这一张 这张呢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卷子的右半部分 就是开始部分 有一个 这部分残缺了 但是大家看到 是一系列的这个云图 因为有占星 有占云 看来是占云在先 然后呢 再是一二三四 这样十二张星图 最左边 是这个 北极天区 指挥园 然后呢 再是有一个雷神 大家现在没搞清楚 这个雷神是怎么回事 OK 我知道 从右到左 有点太快了 这是卷子的末端 这件文物呢 在大英图书馆收藏 这个就是云图的结束 和这个 星图的开始 这是卷子的最左端 这个长卷一共记录了 一千三百多颗星星 描绘了二十八星宿 它是完整度和这个准确性 令人叹为观止 是代表中国古天文学的 特别高的成就 这个都是科学家 经过研究以后说的 那么我试图理解 这个这十三张星图 是怎么样来的 那么我研读这个文章之后呢 我就画了这么一个示意图 当时呢 认为是在观测点 应该是在北纬 34度 也就是长安或者洛阳那个纬度 然后呢 是每个月观测 观像的这个方法是 你正对着北边 然后从东到西 也就在图上 从左到右 30度 在这个范围内 然后从上到下 也就是从南到北 这个从负40度到正40度 这个80度的 这么宽的一个角度内呢 观测和记录 这一片天区的这个星星 形成一个月的这个记录 也就是长卷上那个一条 也就 大家可以想象 一个西瓜吧 我们把那个上下两头切掉以后 把这切成12份 每一片 就是一个 十二张星图之中的一张 这是我的理解 所以我就把这个 把这个长卷呢 把它裁开 按照这个位置关系 我在这时候请教了 这个那篇文章的翻译者 黄丽萍老师 这个找到一个办法 把他们这些星图 组合成为一个 一个整体 然后进一步呢 把它变成一个 半球状的一个模型 就是说古人的这个星图呢 它其实上也是一个 把它看成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 一个玻璃罩 这个玻璃罩呢 上面镌刻着 观测到的各种各样的 这个这个星座 和星星 一千三百多个 然后这个是 照在我们头顶 照在世界上 天原地方的这个 这个说法 是我这样做的一个根据 那古人这个观天文 它是有实用意义 所谓观乎天文 你查十遍 是把占星占云 和所谓分野之术 也就是说天区上 每一个天区呢 它跟地面上的 这个一个古代五国民啊 给它联系起来 然后这个三位一体的 这么一种预测未来 判断吉凶的一个手段 它是一个 一个完整的一个体系 所以这是我当时 在东方研究院 2018年 所画的这个 毛边纸上的草图 包括这个 一些我的这个理解 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很视觉的 这么一个一个人 我要理解一个什么事情 我可能是通过画图 像以前学的 学几何一样的 要直观的 把它表达出来 然后再加上这个 这个笔记 还有另外 我又发现了一个 一个卷子 在 藏在敦煌博物馆的 一个卷子 叫 《占云气书一卷》 这个卷子 其实很早以前 登在一个文物杂志上 我看到过 但是呢 当时不理解 后来呢 再看到才知道 怎么回事 也就是说 它里头呢 都是各种 云气的这个形状 还有每一种形状 它的解读方法 就是 什么样是 是想云 什么样是 故乡之云 什么时候代表 这个 战争要失败 有时候 什么时候是 会打胜仗 什么时候 攻克 城池 什么时候会有 这个 敌人要投降 就诸如此类的 这些 推辑 是用云气来 来说的 非常有意思 所以当时想法呢 是 把 星图 云图 跟地面分野 组成一个 立体的一个模型 来完整的 再现中国 古代的这么一个 知识系统 或者 信仰系统 当时我也在读 这个 葛兆光先生的书 中国思想史 关于 天 道 礼 术 这个 四个层次的 这种 这种 关系 就在中国思想界的 这种 这种关系 它是一种 时间和空间的框架 是世界和存在的 一种秩序 这是葛先生书里头的 一些 一些 理念 那么一种呢 是把 我又 又回到这个 一窟之内 婉然三界的 这个说法 也就是说 一个 一个 我叫 动夫 它是 一个宇宙模型 既然是一个 宇宙模型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 可以把这个 这个天穹 也就是这个 这个星图 立体的星图 把它放在 藏心洞内 或者照在 藏心洞外 一个版本呢 是 它是 藏心洞内部的 最大 内切球体 球面 或者是 藏心洞外的 这个 最小的 这个 外切球面 那这个时候 星图全部是反的 左右是反的 因为你是 好像在这个 模型之外 往里头看 然后 那个 我一位朋友 就说 你这样 不make sense 这个 这没道理 因为你不可能 跳到天穹的外面 来往里看 那我说 它其实是 如果把它看成 一个模型 就可以了 这个呢 当时没有时间 我先在研究院 这一次呢 2018年来 也没有那么好 利益去 借用 占用那么大的画室 是一个很小的房间 后来我就回到 我在斯坦福的工作室 这是在我背后那面墙上 开始画这三段 关于这个 占心占云的 这个 卷子 这是那个 占英去书 一卷 这是藏在 东黄市博物馆 那么要把这些事情 基本讲清楚呢 就涉及到 长篇 比较长的这个提拔 所以这个对书法 也是一个考验 经常讲 我觉得汉言 这个反正我是认认真真写了 这个是最大内却 球面的这么一个版本 那个球面上 你看见的是淡漠 它的星星呢 是用 是用那个 是白的 就是 它是 纸的那个 那个白 在这看不是很清楚 这是第一段 让我把这个 全天星图 那个长卷的 云图 这些形态呢 拿出来用 把它放在天穷 和地面 和这个 大地之间 那个地面上呢 是 长安的这个 复原图 城市的这个 网格 然后 植物园是 对着皇宫的 这个有 引用了 邓文宽先生的 这个文章里的 一些说法 这些话都还没有 拖 而且基本上 都是草图 这个是 之后的 就是 把 天穷 把这个 整个立体 星图 笼罩在 长青洞上的 这么一个版本 大家还能看到 长青洞 那个形状吗 不太清楚 在里边 然后呢 这个地面分野 我用的是 春秋战国时期的 这些 各个这个 这个 这个 国家之间的 这种 分界地图 有 楚啊 秦啊 这个是十二国的分法 十二个古国民 有所谓 这个 在天 二十八宿 分为 十二次 在地 十二层 配属十二国 也就是说 天文地理的 我们所谓 天文地理的 这种对应 天垂相 见吉凶 这也是 关于这个 古代这个学文的 一些比较经典的文字 我都引用 写在这个 写在这个 卷子上 还有一些 几何图 后来我发现 这个 我研究这个 在 云气书 卷一里头的 文字描述 就是 每个图形 下面的一些 文字阐述 充斥了各种 各样的 惊心 触目的 这么一些景象 比如说 兵阁遍野 血流成河 百川决意 人民十指台办 各种各样的 关于战争 暴力 自然灾害 死亡 这个反映了 自古以来 人们对这种 种种灾难的 记忆 和一种焦虑 那么 这三个段落 最后一个 是 一个 很宽的 这么一个 场景 就是 在这个 夜空下 升腾起 这个原子 氮氮 和氢氮 爆炸的 蘑菇云 笼罩着 这个 死骨 遍野的 大地 那么这个 蘑菇云 古代那些 所谓的 不祥之云 就显得 唯一不足道 小屋 见大屋 所以这 其实在 历史的 这个遐想里头 在画着画着 不知不觉地 回到了今天 在核战争 阴影下面的 这种现实 那这个是 我的 草稿 跟草图 在 定在 这个 后面这面 墙上 所以这是 18年的事情 然后这个 雕塑的想法 是在 2019年 开始做实验 当时呢 通过朋友介绍 找到一位 对透明材料 有经验的 艺术家 吴黛杰老师 然后他是 非常的 这个 热情帮忙 我到 深圳去找他 然后呢 他带我去惠州 那就开始了这个 数字雕塑的 实验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 小小的这个 就大概是 这么大 很小的东西 我这 走到还有一个 有一个 大概也就是这么大 这是一个色彩实验 也是 在惠州 这个是晚一点做的 这个就开始呢 原来不知道 用什么材料 来做这些文字 后来呢 就是 我们找出一个办法 用飞鳞 切割出来 飞鳞 根据 长径洞出土的 这个金卷里头的 这个文字原型 作为模本 然后把它 变成线性文件之后呢 刻出来 刻出来这个片片 就是在这个 这个飞鳞上面 刻成片片 然后一层一层的 浇注到数字里头去 所以有时候呢 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 数字 从这个液体 变成固态的 这个这个 开始发 年开始发 硬这个时间 段非常的短 我们经常是需要 三四个人 同时操作 才可以赶在 它这个完全干掉之前呢 把这些字 插到里边去 插到数字里边去 这是其中一件 最近完成的作品 我是 19年呢 做了一些实验 已经有初步的成功 然后呢 再就是疫情打断了 在这个期间呢 2020跟21年呢 吴老师还有陆续 做过一些实验 后来我 2023年 也就是今年春天 去深圳 集中待了一段 好几个星期呢 集中制作出一批作品 这时候觉得 效率提高了 那么 今年夏天又去了一次 也是在那里 就是带着小团队呢 做作品 这是其中一个 一个作品 你可以看到 在雕塑的 这个树子雕塑的 这个侧面呢 有一些就是 长青洞里头 墙壁风化的 那些机理和痕迹 这是关了灯以后 我在展台里头 埋了一个灯 设计了一个灯 那么可以是 不要灯光 也可以是里面 有打上灯 这是 19年 应该是 19年完成的 一件作品 在 一个收藏家的 居室里面 那么第二次 驻地期间呢 有一 我有一个想法 就是 找到敦煌 遗书里头 各种各样的 所谓死文字 就现在再没有人懂 再没有人用的 已经消失了的文字 那像这个 苏特文 于田文 突火螺语 回乎文 等等 有好多种 这样的 这个 文字 那么他们的形态呢 非常有意思 我一度想 这个 也是画成这个 长卷的一部分 但后来呢 就没有 这一段 还没有画 那右下角呢 是一个我当时 做的一个宣传的 一个试验 就是用凡啊 把这个文字 做成这种虚的 就是说 它是一个灰底 白字 这样的一个 空的一个感觉 而且呢 它比较 好像消失之中的 那种模糊的 这个 模糊的一种状态 嗯 这个呢 就是以 其中一种死文字 做的一件作品 它是 《土火螺语》的 一首情诗 现在有人翻译出来 非常有意思 那么这个 这个湖泊的颜色呢 也每个之间 它有变化 有一些这个 这个 这个是我跟 朋友 吴老师一起在 惠州 开始调颜色的 这个过程 就是今年夏天 我带着几位 小兄弟一起 一起去 惠州 制作 这有一点 革命海报的 样子 后来呢 就通过数码 数码文件呢 来做 草图 关于色彩组合的 草图 从这个 最初的想法 手绘的草图 到这个 数码草图 到完成的 这个过程 这个整个过程里头呢 变化挺多 有的出来的效果跟后来想象的不一样 也有某些色彩呢 效果可能比原来还更好 这个是 居宁做的 不是一个展台 就是一个 一般的 这个 一个 底下有灯光的 桌子 这个就是 溢彩 流金 溢彩 流光 它是关于唐代绘画 色彩组合的实验 你可以看到 下面这个 真正用的 有金粉 还有不同的这种 唐代绘画里头的 这个红色 特别丰富 它这个紫红 深红 到这个珠红 到这个 橘红 还有一些土红色 非常的丰富 还有它的这个 绿色 绿色 像捷径于 现在的孔雀兰 孔雀丽或者 实情实力 那样的颜色 也非常有意思 这是以绿色调为主的 一个 一个模型 一个 一个雕塑 这个雕塑呢 也就是 二十多公分 见方的样子 二三十公分量 我做有一个 有一套是比较大的 版本 这个中黄 长青洞创作是 我计划在 明年 在明年三月份 在深圳 平山美术馆 一个展览 然后现在计划 冬天 来到清华大学 这就是博物馆 这个是 瓷线的材料的分析 也就是 里头用了各种各样纸的纸碎的 不同颜色的纸 还有上面有一些是 鲸 最下面的 大家可以看到 麻布 还有典型的红色和墨 底下一根一根的小木棍 在里头 也就是 木质的这个 就木轴 圈子的木轴 这个如果是下面打光 大概是这个样子 这是我们在工厂里头 在观察 以便做下一个 要怎样调整 这在深圳 美城空间的 第一次的小活动 我们做了这三个 摆了三个 不同的版本 因为透视变形 中间显得小气 它都是一样大 当时做了一个小活动 是 我跟大家介绍了一下 这个项目 这张照片 始终在我脑子里头 一直没有找到好的办法 后来我就在想了一个是 我想 很遗憾 他的这个视野 被这个 长青洞的门 那个门框给挡住了 你看左边这个倒白吧 就是那个门框 我很想把那个墙打开 看它里头究竟是什么样子 但是它只有这个角度 大概有两三张这样的底片 就薄熙和的这个摄影师拍的 那么打开会什么样子呢 我就在 我就在想了 有可能是 我根据这个三维数据 把它扩展开了 这个是我画的一个大的地轴 就是叫的 名字还没有定 应该是叫敦煌星空 薄熙和在长青洞 大概这么一个标题 那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呢 我在 我开始这个边 把这个 通过想象呢 把左边的 跟右边的 跟上面 还有下面 你看它 这个原来的图片 原来这个照片呢 这个就是胶片的边缘 你只看到一个卷子 卷子的左端 隐约可以看到 薄熙和的大拇指 我觉得是个大拇指 然后呢 它这张照片的 这个左下角 有一个好像 有点圆筒形的东西 它肯定是 几个卷子 它挑的 放在边上 要准备拿走的 大概是这样 所以呢 我就给它 编成这个 把它扩大 好像是把墙拿掉以后 那把墙拿掉以后 这个长青洞的 这个空间 在哪里呢 就在上面 我画的这个示意图 它的这个 副斗顶的 或者跟专业讲 叫陆顶 这个 这个 示意图边框 给它放到上面 在上面呢 是我所 组合的这个 立体的 东方全天星图 就是那个 根据我做的 那个半球体 把它 做的一个平面 半年形的 这个星图 这个时候呢 它在薄熙和 1908年 在这么一个 幽闭的一个 斗石里边 每天过千把个卷子的时候 这个都 其实呢 作为一个考古学家 它是一个 一个 特别激动人心的 一个历史时刻 它等于那个时刻 打开了这个 中国时代的 星空 那当然就是我们 作为中国人 对文物流失这种痛心 经常容易 大家就是 很痛恨这样的 这个 外国 外国考古学家 探险学家 截裂文物 把文物呢 这个 这个 骗走 那么 但从学术上来讲 这些人 有一些 对于这个 东方学 对于这个 东方学的研究呢 却是做出 非常大的贡献 那么我 不想做一个 而是很简单的 好像谴质 或者是很简单的 这种 爱国主义的 这种 口号式的一个作品 而是 把它 把这个历史时刻 想象是一个 有诗意的 一个激动人心的 有想象的 这么一个 想 创作这么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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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不是 调入一个 简单的 一个 平板 那这个是一个 侧面的 一个 局部 我在这个 大的利轴 这个利轴 是 纸上 笔锡 我 发展了一套 办法 就是把这个 素描纸 大 大卷的 厚的 素描纸 让它 正反两面都上底料 让它变得更加厚实 而且不太 而且这是 变形的这个 这个程度减小 而且容易 让它平一些 当这个 上底料又撑平之后 最后 再上面画屏锡 画完屏锡以后 再用大的这个 木轴把它卷起来 这样能保持 基本上它是很平窄 而且还蛮结实的 那么在这个 长卷上面 我用了一系列的 这个 古旧的 木轴 也就是说 在我才在中国 找到的 或请朋友 发动 请友们 帮我找的一些 装表店里头 不要的 古旧的 挂轴的轴头 然后呢 把它 或者 整个轴 把它切短以后呢 拧到墙上 好像一个一个 这个轴头 从 从墙上伸出来 那么你看这个 细节的话 你看到 这张 这个绘画 里边 尤其是 正对着 那个里面 最里面那个墙上 对着那个卷子 在 卷轴的 在这个 这个卷子中间 经常是能看见 一个木轴 这个木轴 有时候有点 尤其还有点发亮 所以呢 我就是 把这个 二维的这个 平面上 再现的东西 把它突然变成了 一个立体的 一个形态 有真正的材料 那当然这些 我找到节目 走不是 并不是说 一定是那么 古老的 但它是被用过的 是一些 有带有 岁月 这个痕迹的 也是一个 历史的 这个 这个延续 然后呢 这个 绿洲的这种 风 这种 这种分布啊 他们往 画面两边 散落 也是 暗示了这种 文物流散的 这么一个历史 这是我工作室 就是 就是那个门边 门边 门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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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上的那边墙 后来我打了灯光 让他的这个 所有的影子 都朝一个方向 就更加有戏剧感 这是另外一个 第二件作品 也是根据 薄熙和在 常行动的 另外一张照片 是比较黑 那张照片比较黑 而且他的姿态 没有那么 那个腰没有弯那么低 稍微直一点的 这张 采用了一个 不同的方法 也就是说 没有把它的人画出来 他把它变成一个 虚的一个阴影 它是一个缺失 他这个不一定是薄熙和 这个可能是反复来过的 这些 这些 探险家 或者考古学家 这个是另外那一件 比较 画的呢 就从 绘画感来说 就比较粗糙 比较这个 画的松动一些 没有去 没有太写实 没有扣那些 很 细腻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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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部 再有一个想法 现在是在实现的 我 我是 我特别感激 就是 在做东航 项目 以来 帮助过我的 这个 学者们 这个 艺术家 朋友 还有现在的 这个 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的 老师和学生 对我非常支持 我们现在是在合作 做一个1比1的 长青洞的这么一个 多媒体装置 那是 因为长青洞并不大 它的 它的最高地方也就是 不超过三米 它的平面大概是 2米5左右 见方这么一个平面 所以呢 做成一个三维 一个 一个1比1的话呢 我想把它做成 一种 立体的投影 三维投影 文字呢 在空中 往下飘落 也就是那个文字字语 那个概念 这是 我以为助手 帮我做的一个 简单的一个模型 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 一个三五模型 也就是说 将来做这个 1比1的话呢 它跟真人的 比例效果 应该是 应该是这样 那么希望这个 装置能在三月份 在平山 深圳平山推出 那么冬天在 清华推出 好 今天就 讲这些这个项目 显然还是在 在进行之中 包括背后的这个 最新完成的一段 常见的一部分 关于这个色彩的研究 我再次感谢 大家参加这次活动 这么长时间 有耐心 真是不容易 还有感谢这个 封严雅旭 还有张会长 这次日行邀请 他们做这个准备工作呢 非常细致 宣传也做得很好 还有这个 亚昌艺术网 亚昌艺术网的 这个支持和推广 感谢大家 然后就是最后 就是 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 硅谷呢 帕罗奥特 有一个相对新的 这个 当代艺术画廊 叫昆利亚 当代画廊 现在做的一个 亚太艺术群展 是为了回应这个 亚太峰会的 这个展览里头呢 有十个艺术家 我的作品在里头展出 其中一件就是 东方长青洞的 树子雕塑 另外呢 有两件呢 是我另外一个 大的研究性的计划 也是关于 中国历史上的 这个禁书 这样的一个 创作项目 这是其中的 一个图像 然后这是我的 这个 工作室的 公众平台 我 阶段性会推出 关于我作品的一些介绍 各个系列的 那 我呢 做的很少 大家如果关注一下 可以读到 阶段性读到 我的一些 文章 这是我的网站 个人网站 好 再次谢谢大家 好 非常非常感谢 我们的谢教授 真的是 您的这个创作项目 真的是天文 地理 历史无所 古包太丰富了 好精彩 谢教授的这个艺术 非常特色 他的这个内容 大家刚才看了 他的这个解说 告诉我们 这个艺术呢 是可以这么深厚的 历史文化作为 主轴的中心 那么谢教授呢 不但有建筑学的素养 还有各种艺术手法的 非常厚实的基础 所以能够 以藏金洞为主题 有各样 这样丰富的艺术项目 体现这么深厚的历史文化 那么不但 谢教授现身于 这个艺术的创作 谢教授的夫人 许大学博士 就是刚才 刚才谢教授介绍的 在史丹佛大学附近 也主持了 Qualia Contemporary Art 这样子的一个艺术的中心 成为跨太平洋的一个 文化交流的 一个品质平台 那么我们非常欢迎 大家一起来参观 那么谢教授 也有个人的网页 我们都可以放 都在我们丰延的网站 有相关的资讯 那么我们今天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尤其感谢我们的雅昌 是我们中国重要的艺术平台 来一起联播 这场精彩的讲座 那么我们今天 非常谢谢谢教授 感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